哎 家人们辛苦了 今天晚上 这么晚还在直播间陪着 我跟阿伟 然后 关心我们两个的事情 辛苦我的家人们了 那个啥 家人们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然后呢 刚才 我也考虑了 考虑了一下 考虑了一下 然后 我觉得 这样子吧 我给大家一个 结果好吧 大家 得待的都是结果 所以呢 这个结果 大家打一波杀人 好吧 人气到四千人的时候 我给大家一个结果好吧 因为我也希望 就是更多的人 都要知道这个结果 好不好 你坐这边来吧 来 你 我们两个还是要站起来说 还是 要站起来说 这个正规一点 坐着说 坐着说吧 这刚才一个结尾嘛 结尾 没事 没事 坐着说吧 哎呀 别站着 站着又紧张 我 我站 我站着说 你坐着说吧 嗯 你们都看得到我吗 家人们 直播间3980人 马上4000人了 今天晚上的结果 我告诉大家好不好 想听结果的 扣包一 好不好 结果 我们都等待 等待这个结果 啊 结果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家人们 说实话 不只是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重要 我觉得也很重要 今天晚上呢 确实 家人们 比我都还要激动 我看出来了 家人们 你们是不是比我都还要激动 呃 粉丝家人们 比 阿伟还要激动 比谭谭还要激动 是不是这样子的 呃 然后呢 呃 其实 说句心理话啊 呃 坦坦今天晚上说的 这些 所有的话 我都深深的 记在脑海里面 呃 然后呢 呃 不管怎么样 呃 我觉得我很相信 我的老爸 知道吧 我老爸一直都 对坦坦很好 一直都 把他当女儿看 呃 所以呢 我觉得 我 我老爸眼光 真的很好 然后 我觉得 坦坦真的是个 很勇敢的女孩 很实在的一个女孩 啊 我们不说 其他皮是什么的 那种事业什么的 就皮看今天晚上的这场表白 我觉得 她是一个 有当当的一个女孩 很实在的一个女孩 我相信 百分之八十的女孩 都做不到的 这一点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呢 真的很认可 很佩服 啊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 呃 说真的 我没有想到 也没有想过 会有那么一天 她给我表白 真的 没有想到 因为我们 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 关系特别的挺 然后呢 也是像那个 秀妹一样的 一直以来 都是这样子的 啊 然后呢 今天突然 给我这么大的 一个惊醒 啊 平时 呃 我也真的 没有看出来 她 对我有这个想法 真的没有看出来 因为 有粉丝们 评论啊 或者说过 说我们两个合适 或者就是说 看得出来她 她喜欢我 我以为 大家 粉丝们在带节奏 都是在开我笑 所以我也没有当真过 也没有当回事过 呃 我对她呢 有时候有 有有有 有说有笑的 呃 有时候开开玩笑 什么的 呃 我觉得 我也就可能习惯了 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从小到大 就这种关系 比较 比较甜那种 像好哥们儿一样的那种 那种 那种兄妹一样的那种 所以呢 有什么也 也没有那种 知道吧 就 就有时候开玩笑啊 怎么样那种 呃 然后呢 嗯 平时 也有她 送 送我礼物啊 我有送她礼物 这种 大家都是呃 你上我来的那种 然后今天晚上突然给我送个欢 我觉得 感觉 而且今天晚上这个氛围 我觉得跟平时不太一样 所以我也就是呃 就感觉整的压力比较大 然后刚才 她说这些心里话呃 我觉得也跟平时不一样 然后呃 她也说出了她的表的表白的方式 然后我刚才呃一时半会呢 也没有给大家一个结果 也没有给大家一个回回复 因为我觉得呃 呃 首先呃 首先我也不想就是说做到伤害到任何人的一个呃 一个事情 还有一点就是呃 以后我们之间的一些关系打断我们之间的一些关系 你知道吧 这样子也不太好呃 但是我想说的是呃 这个此时此刻我压力比较大呃 刚才我考虑了确实考虑了一个小时 但是呢 我没有考虑出一个结果呃 我现在所想说的是 不管是我跟他呃 就是有个结果也好 或者还是像原来那种兄妹也好 我希望他每天都开心快乐 然后呢 就是我们保持一辈子的 就是如果说能走到一起的话 就是会呃 会更好的那种一辈子 如果走不到就是蓝女之蓝女之间的那种关系的话 也是一辈子的兄妹 我希望是这样子的 家伙们 然后今天晚上的这个呃 呃 我希望我也下来和我的粉丝家伙们也需要商量一下 我也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因为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这些事儿 大家不知道也都知道了 那么我也希望大家的祝福 知道吧 包括我的身边的朋友 或者就是我的家人 包括我老妈 对不对 我也需要 我也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晚上 希望粉丝家人们也能够理解一下 我的呃 就是咱们的粉丝家人们 还有谭谭 也希望理解一下 也不差这么一晚上了 让我今天晚上考虑一下 然后明天给他 他一个答复 好吧 也给这个家人 粉丝家人们一个答复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粉丝家人们比我们的还要激动 所以呢 我觉得对我自己负责任 也对所有家人们负责任 也对谭谭负责任 对不对 所以今天晚上需要和我的粉丝家人们 也互动一下 也提提大家的意见 也呃 也深深的做个梦 好好的考虑一下 明天给大家一个回复 好不好 家人们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谢谢 可以的 家人们 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样的话也挺好的 就是 阿伟他 嗯 慎重的考虑一下 嗯 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 呃 我都可以接受 真的 家人们 嗯 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都可以接受 就是我觉得 今天 挺爽的 家人们 就是 我把我该说的 要说的 想想法都说出来了 对 嗯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无憾 真的 家人们 无论结果是什么 我都 没有遗憾 对 然后我也不差这么一天 知道吗 家人们 我不差这么一天 呃 嗯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一些突发的情况的话 嗯 可能 我会等 我不会说出来 我会一直等 嗯 等到有一天 我觉得阿伯喜欢我 然后他 来给我表白的时候 但是也是因为一些突发情况 我才 把这个计划给提前了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我不差这么一天 无论结果是什么 我都没有遗憾 好不好 家人们 我说点句啊 就我刚刚我说了 就是 谈谈我们这种关系 需要保持一辈子 而不是说 就是那种 无所谓的那种 如果 他不是我很好的 朋友的话 是个外人的话 我可以 马上给 给给打 打 但是 没事 我觉得 我们 是兄妹一样的 一直以来 这么过来的 所以我 我想要的是 一辈子 不知道吗 家人们 所以需要考虑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谢谢 行了 那我们 我们那个什么吧 我们跟家人们 嗯 那我跟家人们 掰个掰 然后我就走了 好 来 呃 斐斯家人们 我就给大家 拜拜了 我就先回去了 然后 呃 今天晚上咱们 斐斯群里 开个会啊 然后明天 给我也想提 家人们的意见 然后明天给 呃 坦坦一个答复 好吧 呃 也给家人们一个 一个 答复 嗯 呃 现在在直播间 所有家人们 啊 还有四千 四五千个人 呃 是阿伟的田匪 是阿伟的家人 今天晚上 所有人来到我 斐斯群里 哦 斐斯群里 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然后 给我一个建议 明天给大家一个结果 好吧 好 因为这是人生大事 不是说那么冲动的 好吧 没事 没事 阿伟快回去休息吧 那我走了 拜拜 去吧 去休息 拜拜 跟家人说两句话 然后我也下播 嗯 跟叔叔早也回去 去广州 去广州干什么呀 家人们 让我去广州干什么呀 哈哈 那个 嗯 家人们 听堂堂说两句心里话 第一呢 第一呢 我觉得阿伟 今天说这个话 做这个决定呢 嗯 我个人认为 可能有哥哥的原因 觉得堂堂说的对的 扣个一 这是我觉得 应该是有哥哥的原因 也考虑到 家庭的这个原因 对 所以我表示 非常理解 家人们 千万不要去怪阿伟 对 因为 嗯 其实 哥哥的这件事情 对我 个人的影响 也是很大的 所以说 我今天才会 鼓足勇气 把这些话 说出来 但是 那个确实 是他的亲哥哥 我相信 他哥哥说的话 跟一些情绪 是会对阿伟 有影响的 所以我不希望说 家人再给他 很大的压力 嗯 如果说权衡 利弊之后 阿伟觉得说 嗯 跟我在一起 会伤害到 呃 家庭的 这个和谐的话 我可以理解 如果 阿伟会放下 这些东西 呃 想跟我走在一起的话 我也表示欢迎 真的 家人们 就是 嗯 我今天晚上 真的挺爽的 家人们 真的没关系 就是 无论明天 呃 阿伟会做一个 什么样的决定 堂堂今天晚上 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真的 我这几天 都没有睡好觉 昨天晚上 是因为 今天晚上 直播的事情 然后 真的是辗转难眠 今天 一天 都在忙 就是 晚上 我希望 给大家 有一个 好的体验 也希望 把我的 真诚 真心 给阿伟 给 阿伟的爸爸 和我们的家人 所以说 我没有什么遗憾 对不对 家人们 觉得 堂堂说的对了 扣 扣扣对 我真的没有 什么遗憾 其实我今天是转了 我今天晚上 可以睡一个好觉 真的 家人们 嗯 所以说 不要觉得说 嗯 呃 今天 阿伟没有给我一个结果 就是 嗯 怎么样 不会的 真的不会的 咱们都睡一个好觉 好不好 无论明天 是什么样的结果 希望 呃 堂堂 跟咱们所有的家人 我们都 嗯 接受 并且 祝福 好不好 嗯 咱们没有进粉丝群的 把粉丝灯牌亮一下 然后进群 呃 等一下晚上 我忙完 如果没有休息的时候 咱们可以聊聊天 好不好 然后明天 明天见 好吧 你去帮我结束一下直播 哈哈 嗯 咱们早点休息 没有进群的 我们把群加了 之后就可以跟唐糖 私下聊天了 嗯 晚安 家人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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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